在蒙古族中有一个被称为哈伦阿尔珊的神话传说 那哈伦阿尔珊的汉意就是圣泉的意思 传说陈基斯涵受伤经过那里 泉水当时浸泡全身 没有想到居然康复了 但是圣泉到底在哪里呢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而一份神秘的陆皮宝藏居然揭开了这一切的谜题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哈伦圣泉的传说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理性观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唐 节目从今天开始开启免费抽奖 详情请见节目最后介绍哦 在蒙古草原上的传说 大多都和一个人有关 那就是陈基斯涵了 在1203年 陈基斯涵在乌珠木庆旗的北部 与王海沙木河部族 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被称为哈兰珍沙陀之战 那一战极为的激烈 是陈基斯涵一生之中最关键的一场战斗 他也是通过这一战统一了蒙古各个部落 奠定了他草原霸主的地位 但是在这场战争的前期 陈基斯涵当时轻敌大意 妄图一举歼面对方 结果由于太过急功近利 被敌人偷袭得手 而陈基斯涵只能先行撤退 眼看着军队就要撤出包围圈了 敌人意识到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于是立刻派出了一支亲戚队伍 从后方包围陈基斯涵的军队 于是陈基斯涵无奈之下 只好率军向大兴安岭伸出撤退 就在部队向深山撤退的时候 突然之间从远处射出一支案件 郑重陈基斯涵身下的马腿 那一匹战马顿时跪倒在地 发出了痛苦的死鸣 身后是密密麻麻的大军逼近 于是陈基斯涵来不及查看战马的伤势 当时他的战马也像是感觉到了主人的危险 不顾一切的向前狂奔 鲜血就从战马的身上流淌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前方出现了一片温泉池 那战马当时也来不及躲避 于是一头就扎到了这个温泉当中 泉水温润清澈见底 水底的岩石也是一片湛蓝 令人心旷神怡 可是陈基斯涵却没有料到 战马一离开温泉 就仿佛像是换了一匹马一样 跑得越来越快 还越来越有劲 于是陈基斯涵当时一低头 就发现战马身上的伤口 居然自动痊愈了 于是他才想起来 刚刚落入了温泉 那战马身上的伤 就是被那个温泉所治愈的吗 最后陈基斯涵率军突围 一举击溃了敌人 而这一战就成为了 逆转战局的关键点 陈基斯涵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形 不由的大战 是当时的那个圣权救了我们 而圣权也就成为了 蒙古人传说中的哈伦阿尔珊 后来关于哈伦阿尔珊的传说 是被记载在了乌里格尔当中 这是一种类似于 演奏说唱的传统记载方式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都用这种方式 来记录他们的历史 比如印度 还有西藏的 宇哥之前讲过的一些说唱艺人 但是圣权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这似乎只是一个传说呀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想要试图寻找到这个传说中的圣权 结果呢 还真被一个人找到了 故事呢 就要从咸丰二年开始讲起 那年春天呢 克尔庆草原的牧民啊 就看见了一种奇怪的景象 太阳的周围出现了一个朦胧的巨大的光圈 他们以为啊 是自己的神灵 长生天发怒 那长生天呢 就是蒙古民族中最高的天神 他们称之为蒙个腾里 因为蒙古人以苍天为永恒的神 所以称之为长生天 这也是草原上将要刮起大风的一种预兆 于是人们呢 就把自己的羊圈都赶回了羊圈 待在了蒙古包里不出门了 那一名叫做索不得的牧民呢 准备利用这段时间来收拾他祖母留下的遗物 索不得呢 从小啊 父母双亡 是祖母呢 将他养大成人 而祖母在临终之前呢 就告诉他呀 家里有个木盒子里 留着一些东西 这里面的一些东西呢 能够让他过上好日子 而当时呢 他一直没有把祖母说的话当真 直到这一次真的空闲下来 开始收拾祖母遗留的遗物的时候呢 这个索不得啊 就在这些遗物当中 找到了一张鹿皮藏宝图 还有一张蒙语写成的纸卷 而那块鹿皮上呢 居然全是用一些细线连成的圆圈 还有一些三叉戟 那个三叉戟啊 是蒙古族的盛器苏勒德 而索不得呢 就非常熟悉啊 因为苏鲁定的蒙语的意思就是毛 是蒙古的象征 是战神的标志 又译为啊 苏勒德 一般呢是黑白两色 黑色呢 象征着战争与力量 而白色呢 象征着和平和权威 也就是说 这张图中的三角啊 是一个高高耸立于山峰的敖包 而敖包上插着的那个东西啊 就是苏勒德 蒙古族人呢 在建造敖包的时候啊 一定都是经过仔细选址的 较大的敖包呢 会把陈济思汗创造的苏勒德插在中央 而蒙古王公贵族呢 在建造敖包之后 还经常将一些不方便带走的啊 珍宝啊 埋藏在敖包的附近 也就成为了以后来寻宝的标记了 所以这个苏勒德一看呢 顿时就大喜过望 难道这真的是一张王公贵族的藏宝图吗 他有一种预感啊 那些细线连接之处呢 应该就是宝藏所在之地 但是这张图上所标注的 到底是哪一个山头呢 而山上标明的又是哪一个敖包呢 所以这个苏勒德觉得呀 这幅图上的蒙古字呢 很有可能就是答案了 而那一张纸卷上 也很有可能有相关的线索 所以他需要找一个精通蒙古古文字的人了呢 来帮他解开这个谜题 而索不得呢 就将这个鹿皮纸和这个纸卷呢 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匆忙地赶往了总督府 因为索不得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亲戚呢 就在这个总督衙门里当差 当他的亲戚啊 听这个索不得描述完以后呢 亲戚立刻也兴奋起来 但当他看了这个鹿皮图纸呢 和纸卷上的内容啊 却发现上面用蒙古语写的 并非是宝藏的位置 而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病症 比如说腹痛 脾须 浓疮 皮血等等 还有很多可怕的病症啊 比如说半身不随啊 筋骨瘫痪等等 所以听完之后 这个索不得连王就将鹿皮图纸啊 就交给了自己的亲戚 自己啊 失望而归了 没有想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藏宝图啊 但是呢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张在他看来意味着凶兆和不祥的鹿皮图纸啊 竟然成为了一张揭开百年传说的真正宝藏图 他的亲戚啊 并没有把这张鹿皮图纸据为己有 他当时就把这幅图还交给了他的上级 是呼伦贝尔蒙的副总督衙门左领 他的名叫奥拉昌兴 奥拉昌兴当时时任八旗左领啊 是清朝的四品官员 虽然不是什么大官呢 但也算是小有名气 他对医术呢 是有一定研究的 所以呢 就对这幅图上所写的疾病啊 并没有太多的畏惧 他当时只是一头雾水 不明白这幅图 为什么要用圆圈来代表疾病 又为什么只写了病症 却没有写怎么治疗呢 所以这个奥拉昌兴呢 探了又看 结果他就发现了一件 这个所不得等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那就是这几个由细线连接成的圆圈呢 整体看起来非常像一个巨人 右边是巨人的脑袋 他仰躺在地上 四肢健全 肚子微微隆起 活灵活现 那些大大小小的圆圈呢 会不会就代表着发病的位置呢 然而 奥拉昌兴仔细一对比才发现啊 上面所标注的发病的位置啊 是不对的 而且病症的名字和排列 也没有任何的规律 那张图中所谓的胃痛啊 其实是在那个巨人的下腹部 风尸病呢 一般都是出现在人身上的关节处嘛 而这幅图上呢 却标注在巨人的胸口之上 所以这幅露皮图纸上标注的这个病症啊 就像是有人故意将他们排列的顺序弄乱的 让人无法推断 而奥拉昌兴呢 又不是医生 他知道医学高深嘛 自己知之甚少 因此他立刻让人去找了他的一位老朋友 一名颇有资历的蒙伊喇嘛 想要从他那里啊 找出一点线索来 但是这个蒙伊喇嘛看了之后呢 却也觉得不对劲 因为在蒙伊喇嘛眼中呢 这几个病症所标注的地方呢 明显与蒙古医学中的经脉无关 难道这几个圈是实施治疗的地方吗 而蒙伊喇嘛呢 对奥拉昌兴说啊 蒙古医学的治疗方法呢 是千变万化的 针对不同的病人呢 是采用的方法呢 也是千差万别 但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是要有依据的呀 不能离开病症和相应的经脉呀 可是这张鹿皮图呢 就连见多识广的蒙伊喇嘛呢 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所以这个奥拉昌兴呢 就一脸郁闷 他将图纸 于是就丢在了一边啊 不想再多想 然而就在次日呢 一个想不到的情况啊 却让这个谜团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机 那一天仆人在倒茶的时候啊 不小心就把茶水给碰倒了 而鹿皮呢 就淋上了茶水 奥拉昌兴无可奈何呢 只能将这个鹿皮图啊 架在火上烤干 不曾想借着火光呢 他就看到了这个图纸 被茶水浸泡的 有些半透明了 而在那些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呢 却依稀能够变出 两个模糊的大字 一边写的是哈伦 一边写的是阿尔山 哈伦阿尔山 那这个哈伦阿尔山呢 其实并不是一座山 在蒙语中 哈伦意为热 阿尔山呢 意为神圣的泉水 两者合在一起呢 就是热的圣泉 所以这个奥拉昌兴 当时就愣住了 他在蒙古语的歌曲里 曾经听说过 哈伦阿尔山这个名字 于是脑中灵光一闪 这些圆圈 会不会代表着 就是一个个能够治愈疾病的圣泉呢 奥拉昌兴迫不及待的 一一查找 最后他就发现了 巨人的腹部 也有几个蒙古字 汉语的意为外伤 奥拉昌兴 当时立刻兴奋了起来 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既然这个哈伦圣泉 可以治愈外伤 那就说明 他可以治愈其他的疾病 而那些圆圈旁边 蒙古文字的标注 一定就是在指明 这些泉水 所能治愈的疾病 这个猜测呢 就让这个奥拉昌兴 非常激动 不过他很快就想到了 有很多的病 就算是用药 甚至是开刀 也都治不好的 难道只用泉水 就能够治好吗 而哈伦阿尔山 虽然是出现在这张图纸上 但在这之前呢 它一直都是一个传说 那哈伦圣圈 究竟是一个传说 还是真实存在的呢 奥拉昌兴又仔细地 打量了一遍陆皮图纸 和那个纸卷 他就发现 他们虽然年代久远 但从包疆的痕迹来看 它最多也就是 一两百年的样子 而纸卷上的文字呢 是经文 意思就是说 这个纸卷是出自一名 喇嘛之手 所以一个新的线索 就浮出水面 他就想 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喇嘛 或许呢 就能够找到 圣权的准确方位 在明清时期 朝廷对喇嘛的管理 非常严格 蒙古和西藏的喇嘛的信息 都要向朝廷汇报的 所以他写信 就给朝廷的朋友 让他们去查一查 两百年前的喇嘛的资料 看看能不能够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很快呢 朝廷便有了回复 他们在保存的一本 蒙古史记 胡图胡克宗卷中 就发现了 关于圣权的另外一条记录 里面就说 历史上记载 在十七世纪 林丹汉就成为了 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任大汗 一日他突发怪变 从各个地方 请来了许多名医 却没有一个人 能够治好他的病 而林丹汉的病情 一天比一天严重 到了最后 他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 四肢僵硬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老名达喇嘛 突然来找了林丹汉 他就说 他知道大兴安岭的 哈伦尔山的具体位置 如果林丹汉 愿意在那里的圣权中 沐浴的话 说不定还能够活得下来 于是林丹汉 就被病痛折磨 当时还说不出话 他的部下听了 明达喇嘛的话 后就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命人在查干浩特 也就是现在的白城 修建了一条通往圣权的通道 这是一条简陋的通道 修建得很快 而林丹汉便顺着这条通道 就进入了圣权沐浴 经过了一个月的沐浴 林丹汉竟然能够自己从泉水中走了出来 并且奇迹般的痊愈了 这是另一个用圣权治疗大人物的故事 可惜胡图胡克宗卷中 对明达喇嘛的出身 只写了一句话 自塔鲁日来 塔鲁日是巴尔湖草原上的一个小镇 这里是洪吉拉部落的聚集地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圣权 就是在洪吉拉部落的游牧区域内 而敖拉昌兴当时仔细分析了 陈吉思汗的退区路线 和林丹汉前往大兴安岭疗伤的路线 他就发现两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同时穿越了大兴安岭 来到了哈拉哈山谷 难道圣权就在大兴安岭附近的哈拉哈河吗 敖拉昌兴仔细研究了一下 他就觉得这个想法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现在所有的线索都通通指向了一个地方 那就是大兴安岭山路西侧的哈拉哈河 哈拉哈意为屏障之意 在1852年的夏天 敖拉昌兴就向总督府申请了休假 他决定亲自前往圣权 虽然他很清楚 这条路从来都是一片荒芜之地 而且十分的危险 去的话也许就是九死一生 但是敖拉昌兴还是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到这个圣权 大兴安岭是一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原始丛林 敖拉昌兴当时带着全部的勇气 前去寻找圣权 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一次的探险 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他带领了一些随从 在大兴安岭中穿行了几天 终于到达了哈拉哈河 这里有一片峡谷 虽然是冬天 这里本应该是结冰的 但是这个哈拉哈河 在这一片区域却流水缠缠 河边还有牛羊河水 给人一种春天来临的感觉 但奇怪的是 只要走出了这片峡谷三里路之外 哈拉哈河就会立刻结冰 那为什么这里的气候 会变得这么反常呢 不过敖拉昌兴很快就意识到 这条河流的水温 应该是比其他地方要高一些 而圣权本身就是一片温泉 所以圣权很有可能就在这附近 这一发现 立刻就让敖拉昌兴欣喜若狂 他就看到了一群正在饮水的黄牛 于是就循着黄牛留下的脚印 很快找到了黄牛的主人 主人是一个叫做巴克图的牧民 敖拉昌兴向他亮明了自己当官的身份 于是巴克图便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了他 巴克图就对敖拉昌兴说 他所见过的一段哈拉哈河 在冬季是不会结冻的 但只有位于山脚下的那一小段 被当地人称为哈克查 也就是不冻之河的意思 紧接着敖拉昌兴就掏出了陆皮图 来询问巴克图有没有看过图纸上的地方 巴克图就拿着陆皮图看了看之后 片刻之后就抬头很确定的对敖拉昌兴说 我看到过这里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父亲一起去过这里 这里是位于哈拉哈河的南岸 山顶上有一座敖包 山脚下有一盐盐的泉水 有的泉水很苦 有的泉水很清甜 而敖拉昌兴当时听了大喜过望 因为有了这个线索 没过多久 他就在这个哈拉哈河的南岸 发现了圣泉 他当时看到圣泉的时候 那是一排排泉水像是一个仰面躺着的巨人 头部贴着山臂 腹部在山腰 双手自然而然的向两边延伸 竟和那张陆皮图上描绘的泉水分布极为相似 敖拉昌兴吩咐手下的铁匠们 在这个哈拉哈河北岸的玫瑰峰上 挖出了一块大石头 于是修建了泉池 又到处请医术高明的医生 根据陆皮上的病症一一诊断出泉水的功效 并在泉水旁还竖起了一块石碑 后来水利专家对这个圣泉水进行了化验 结果就显示水中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而在同一种水中出现这么多微量元素 是非常少见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神奇的问病泉 在这个泉眼里浸泡过的人 可以通过身体的痛处来判断出自己哪里患了病 更让人惊讶的是哈伦圣泉一共有48个泉眼 相隔不到200米 但是泉水的温度、矿物质以及颜色却各不相同 有两个泉眼还相隔不过30公分 但水温却相差了30多度 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 所以哈伦阿尔山依然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那么好了 故事与哥也就讲完了 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 别忘了点赞留言支持一下哦 我们会从每一期的节目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 免费的奖品就是宇哥在节目当中讲过的这一些书籍 以及小棠抱过的娃娃 所以一定别忘了精彩留言哦 没准下一个幸运的粉丝就是你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